國衛院有一個研究的計畫 流行病毒的研究計畫 那是從今晚控育年開始 要聯想做三年 到今年為止已經是做第二年了 每年還繼續做一年 根據第一年的研究調查的結果 就是說我們許錯分校的學校 他們在尿液中所測得的TDGA 這個代謝物素質是偏高的 那麼這個偏高同時可能 跟當地空氣之中所含有的VCM 這個物質可能會有關聯 我們許錯分校距離這個VCM的一個暴露員 也就是6000這個場區是近在支持 所以說我們為了進一步的釐清 到底這個TDGA跟VCM之間的因果關係 為了保護我們學童的健康 因此在去年的8月22號 由衛福部的常務次長 所主持一個跨部會的會議 這個結論就說有關為學童暫時性安置的建議 基於尚未釐清鋪路原VCM與尿液中代謝物TDGA的關係 考量學校是位於布陸園的附近應該要先做暫時性的安置 開學在即我們在去年把這個賣療香橋頭國小許錯分校的學童為了維護他們健康的考量 所以暫時安置到這個橋頭國小本校來 那麼經過一年國務院的調查的結果 雖然沒有正式的公布 但是我們了解到在去年的考量 基於維護學童健康安全的一個考量的因素並沒有消失 因此我們今年決定還是繼續要把這些學童留在橋頭本校來上學 那麼我們同時也拜託所有的家長和地方民視能夠共同支持 學術當代本身它是本身學術的一個研究法 那麼如果連我們國家的研究單位的檢驗報告 那我們多質疑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對這個國家的憲政度真的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絕對是支持也是相信我們國務院的研究的一個報告 那麼國務院的江主義也是這個計畫的主持人 所以他非常負責任的講述說 他必須要等完整的報告 那一定要等結果出來以後 那麼透過各個專家的審查 那麼審查過了以後 他們才會把這樣的報告公布給所有國務人知道 那他們當然會研究的成果 希望能夠透過國際的期待 讓國際期待的認可 我想這個是最高的一個標準答案 就要たい 希望能夠安排 向我們分鎖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 一回可以選擇